19岁养女金榜提名 却偷偷相认有钱生父 养父得之后伤心欲绝 眼前的男子名叫赵志国 他的女儿赵丽颖在今年的高考中 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海南大学的录取 作为村里少有的大学生 赵志国发自内心的为女儿骄傲 可本该心生喜悦的她 如今却满脸愁容 因为赵丽颖在金榜提名后这段日子里 几乎很少回家 这让她的内心产生了不好的预感 那么赵丽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呢 养父赵志国的家庭并不富裕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 即便收入微博也没有亏待过赵丽颖半分 生活就算在艰苦 一想到听话懂事的女儿 便感觉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而在赵志国生活的简陋房子里 最耀眼的装饰就是赵丽颖获得的荣誉奖状了 为了能弄清女儿到底去了哪里 赵志国开始在赵丽颖的同学那里询问 很快一个重要的线索出现了 原来就在赵丽颖在学校读书的时候 经常会有两个亲戚前来探望她 每次来的时候都会买一大堆东西 得到这个答复的赵志国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她内心的担忧最终还是成为了现实 那么这个来探望赵丽颖的亲戚到底是谁呢 事情还要从19年前开始说起 那时的赵志国已经和妻子结婚了十年之久 可始终没有生下孩子 为了能让自己有个后代 她在亲戚的帮助下领养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 那就是赵丽颖 就在赵丽颖来到赵家没多久 赵志国的妻子便怀了孕 虽说有了自己的孩子 但是赵志国却从来没有亏待过赵丽颖 一直将其视如己出 如今女儿已经长大 却有两个陌生的亲戚前来探望 她怀疑这两个人就是赵丽颖的亲生父母 辛辛苦苦养了19年的女儿 却偷偷跑去和有钱生父相认 赵志国和妻子心中五味杂陈 她不敢相信自己含辛茹苦养育了19年的女儿 在亲生父母出现的那一刻 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 养女的选择让她无比心寒 但是为了弄清楚赵丽颖的真实想法 她来到了赵丽颖的亲生父亲家 和赵志国不同的是 赵丽颖的亲生父母家境十分一时 不仅住在城里的高档小区内 家里的装修也是极尽奢华 这些都是赵志国亲近一生也无法拥有的 进屋的那一刻 她突然开始理解起养女的选择了 只要投奔亲生父亲的怀抱 就能直接脱离贫苦的生活 试问又有谁不愿意呢 只是赵丽颖这样的行为引起了赵家人的不满 毕竟是养育了自己十多年的亲人 况且为了能筹集赵丽颖的上学费用 赵志国不惜让自己的亲生女儿辍学打工 不管从哪方面看 赵家对于赵丽颖都可以说是人至义尽了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赵丽颖考上大学的那一刻 心里想的不是如何报答自己的养父 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奔到亲生父亲的怀抱中 那么赵丽颖做出这样选择的背后 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情 而家境一时的唐向华 为何要在19年前抛弃赵丽颖呢 对于赵志国的到来 唐向华的脸色明显有些尴尬 没有和赵志国打招呼 就主动与赵丽颖认亲的她 事情做的确实有些不妥 但是在唐向华看来 自己的行为并不是为了抢走赵丽颖 而是为了弥补这些年的遗憾 就唐向华所说 自从女儿被抱养到赵家后 她一直在打听女儿的消息 在近期知道女儿考上大学后 她也十分高兴 可深知赵家经济情况的她 为了能减轻赵家人的负担 让赵丽颖可以安心的在学校读书 她这才现身 愿意出钱资助赵丽颖上大学 那么既然唐向华这么有钱 当年为什么要抛弃赵丽颖呢 说到这里时 唐向华的言语中充满了无奈 原来就在赵丽颖出生的时候 唐向华已经和妻子生下了五个女儿了 深受农村传统思想熏陶的她 选择将这个刚出生的孩子送给他人抚养 可事后没几天唐向华就后悔了 所以才会一直关注赵家人的情况 一旦对方做出不妥的举动 她就会出现带走孩子 好在赵家人对赵丽颖很是不错 唐向华也就没有打扰 直到近期听闻赵丽颖考上大学后 考虑到赵家的经济条件不好 这才决定出面资助赵丽颖完成学业 但是这番话并没有让赵志国安心 因为就在不久前 赵丽颖的户口已经被迁了出去 对于这件事赵丽颖给出的解释是学校的要求 可赵志国却是打心底里不相信 再加上原本自己策划了许久的升学宴 也被唐向华抢走了 事前也没有和自己打招呼 作为养女的赵丽颖也没有告知自己 对于这件事唐向华给出了解释 她表示赵丽颖是唐家这么多年 第一个走出家乡的大学生 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她一定要大办特办 这样的行为和举动让赵志国难以接受 心有不甘的她愤然离开了现场 19岁养女金榜提名 却偷偷相认有钱生父 养父得知后伤心欲绝 回到家里的赵志国内心越发的苦闷 这些年为了能让养女安心读书 她没日没夜地在外面干活 她的妻子不久前更是在工厂上班时 不幸出了事故导致手指落下了残疾 现在这个家权由她一个人扛着 但是赵志国的收入很是微薄 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元的她 确实无力支付赵丽颖每年2万多元的学费 况且以他们家的经济条件 赵志国很担心女儿会在大学 理经不住物质的诱惑 此时回到亲生父亲的怀抱 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嘴边已经用这些话说服了自己 可心里却始终有道过不去的坎 那么作为矛盾的始作俑者 赵丽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谈起这件事 赵丽颖变得哽咽起来 原来早在5岁的时候 她便已经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 由于是抱养的原因 她从小便是在其他同学的嘲笑中度过的 这也导致赵丽颖的性格有些自卑 同时也对于自己的亲生父母充满了怨恨 尤其是在得知自己被抛弃的原因 居然是父母希望生出一个男孩时 这种怨恨达到了顶峰 所以一开始对于唐家人的接近 赵丽颖本能地选择了拒绝 同时也将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害怕养父母知道后内心会有所担忧 可随着唐家人不断接近 让赵丽颖明白 以现在养父母的经济条件 想要让她完成学业 就要承担太多太多的压力 为了不让养父母继续操劳下去 她这才决定与亲生父母相认 但是这件事赵丽颖一直没有告诉赵志国 这也是赵志国觉得自己遭到背叛的原因 为了解除与养父之间的隔阂 赵丽颖回到了赵家 她先是解释了自己这些天没有回家的原因 表示自己为了弥补和他人的差距 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电脑知识 由于课程过于紧凑 导致她没有时间回家 但是在她看来 赵家永远是自己的避风港 不管怎么样 她都不会离开赵家 并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养父母过上富裕的生活 看到养女真情实感的回答 赵志国悬起的内心终于放了下来 泪眼婆娑的她与养女紧紧抱在了一起 内心平复后 在赵丽颖的撮合下 赵志国与唐向华心平契合地坐在了一起 共同讨讨论赵丽颖的事情 同为父母 他们知道对方这么做的原因 都是为了更好的爱护女儿 握手言和的两家也解开了心结 赵丽颖终于不用再养父母 与亲生父母间左右为难了 那么对于赵丽颖的选择 你是如何看待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